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爸爸是姐妹是然后可以做哪些医疗合作这些事情 然后还把陈其迈cue起来站起来挥挥手 显然是这次伴飞的其实是陈其迈 那我只是不了解说当一个总统出访的规格的重要宣达 宣达事项三项签署的合约里面 就是高雄的姐妹是 这个规格对吗 是被高雄交办的吗 不太对等 因为为什么 因为史瓦蒂尼全国才一百万人 对啊 他不可能通通住在同一个城市吧 我们高雄也有上百万吧 上百万市民吧 那要跟这个这个史瓦蒂尼的城市签的话 为什么不让黄隐哲去呢 对是不是黄隐哲 不是啊 黄 黄什么 糟糕 台南的 黄伟哲啦 黄伟哲呢 差点被你误导了 对不对 黄伟哲为什么不受关爱呢 为什么是陈其迈呢 这个待会可以给你解答 待会给我解答 黄伟哲也是 也是绿营的这个好重要县是市长嘛 对不对 为什么不让黄伟哲去呢 所以蔡英文是大小眼嘛 然后呢 说实话啦 这个这种姐妹是基本上 哪一个城市市长自己签就去签就好了 在外交上成绩很低啦 为什么是总统还公开这样不停的宣布 以这件事情为主要主軸 可见就是说 你你拿不出 拿不出什么具体成绩了啦 反正都是凑数的 就是说 这次总统去 你们要 你们要什么事情啊 他在这边比较有亮点的啊 比较有意义的啊 那就在那边 就上菜嘛 最后上一道烂菜啊 把陈其迈搞去啊 台南还在 还在还在下雨了 台南有台风了 对不对 我都没有 都没有见人出来这样批评 我觉得我们到底还没有反对党啊 那以前如果说是 国民党在当政的时候 他那个重要市长 在这个台风期间跑出国 在那边吃香喝辣 老早被人家轰死了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反对党的这个 也照样拿国家补助啊 到底有没有在做事啊 我觉得真的笑死啊 这个简直莫名其妙 你这高雄这边台风的那个人跑掉 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而且这个事情需要你蔡英文嘛 而且记住啊 我们跟什瓦地尼建交五十年了 五十五年 五十五年了 只是蔡英文最大的功劳 就是没有搞断交而已啊 他又在吃老本啊 靠这个外交部以前这些同仁的努力 做出来成绩 他又什么 刮搜了 刮搜 又什么 又去利用人家努力来 替自己脸上贴金 那这名蔡英文根本就已经在数馒头了 只是史瓦地尼可能他觉得 他去过没有我不知道 快下台了 跑去史瓦地尼 对 别的地方他敢去吗 因为去到他回来断交 他就他就更难看了 这地方是不会断的 为什么你知道 这是专制军主国家 专制军主国家不太喜欢共产主义 他很怕共产主义 因为他老百姓已经照过反了 三年前 首都打的稀巴烂 死了二三十个人 反对专制统治啊 对 你不是天天民主价值吗 蔡英文不是天天民主价值吗 那你 那你 你去 你去史瓦地尼 你有跟他谈一谈说 你们实行民主好不好 他有个参议院 下议院 上议院跟下议院 上议院 上议院猜是怎么 那个议员怎么怎么选的 你知道 议员是世袭的 这符合民主价值吗 对 当然邦交我们不这样看啦 不过蔡英文 基本上就是 我认为的啊 他这个基本上就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在数馒头 已经没事干了 然后呢 拿人民的血汗钱 坐着砖机 到那边吃香喝辣玩一趟而已啊 邦交不需要他去啊 带着自己的小婴男孩 帮他签姐妹 完全不需要他去啦 我看他那个签那几个东西 什么 医学院学生合作 对我们公平一点 他念了哪 他们做了哪些宣布 就是说像高雄要做教育文化 高雄一所大学 医学区学生 帮他招生 招收外籍生 我以前在外交部 我就负责这个案子 这我主管的案件 这马英九时候弄的 那时候因为要帮邦交国 怎么讲呢 邦交国培育啊 医生 所以他们说那那怎么办 我们就来我们台湾念 念医学院啊 我们就要学士后的 四年制的 专收外籍生的专班 在医手大学医学院 这马英九的政绩啊 怎么会是现在才开始呢 我们已经搞了快十年了 我那时候每年 每年常 我那时候常去高雄 去医手大学 跟他们谈这个案子啊 对不对 医学院不只是死瓦地 你不是专利死瓦地 我们邦交国都可以来 都是来念医学院的 已经念完 已经毕业了 回去当医生都有了 而且怎么会是 我们访问过 所以很很很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蔡英文这些人真的好 真的是略人之美啊 把别人的那个功劳 拿到脸上来贴金 这真的是啊 我觉得真的是 品德有问题啦 这都是老案子啦 已经推了十几年的案子 怎么变成他在那边签什么约 跟医手大学 医手大学你去问问看 这个案子已经十几年了 跟陈其迈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什么 割到尾嘛 我们用层次上来看一下 第一个程式是总统到友邦去出访 主要宣布三项签的合约 第一项 妇女的权益 要给他贷款 第二个 居然是姐妹室 要一个总统层级 帮一个地方的市长 来签姐妹室 第三个是说 台湾的海外投资 要帮对方开一些 由战略除油槽 等于有一些资金上的协助的概念 那这个层次上就很奇怪了 再来讲史瓦地理的学生 陈其迈跟着去 说是帮忙招生的 刚才让我们朋友很厉害 立刻就像是我们访问过 明道大学的学校 现在已经要被关掉了 他就是最多史瓦地理学生的学校 在彰化 那是不是该带往美会去呢 那刚好相反 这个学校被关掉了 所以重点是在于 这些教育文化的合作 是像吗 显然不是 那陈其迈刚刚大使在讲说 哎呀高雄台风 他也放心的下 随便的可以走 他就说 哦我放心不下了 所以呢 还有很多地方 可能需要再进一步改善 他会随时追踪最新状况 那只要这样就好 就要下台 因为没有媒体关心 他到底是姐妹是重要 还是高雄市民的生命财产重要 要下台了 对不对 这个立法院要召开这个记者会 点名批判他 说谎 那个什么 那个一手大学的案子 跟他无关 他搞不好以前听都没听过 这已经进行了十年以上的案子了 他去那边割人家到尾干嘛 所以真的是这些人真的不把他揭穿了 真的是骗的 骗的真的是 骗人当家常便饭 然后史瓦迪离这个国家 基本上 你看什么妇女保障权益 这个国家的国王最有名的就是选妃啊 你还记不记得 选妃少女 几百个人在 上了国际新闻 对 他就有名就这样 你要关心妇女权益的话 你请他少娶几个老婆吧 他35个太太 对不对 35个孩子吧 15个太太 15个太太谈什么少女 是谈什么什么女性就业 副女创业就业基金 我觉得归劝他一下 不要娶那么多老婆 是 这是好几个层次的问题了 就是刚刚我们的层次提到说 一个总统出访 出去去帮高雄市签姐妹市 再来第二个问题是另外一个朋友 夜间飞行donate我们的 我觉得跟我想的一样 他说 莫非当年伦敦五人小组之一的GM 会成为新储君的吗 他说他做梦的啦 那这跟我看法一样 为什么今天变成成 其脉小婴男孩随行 给他这么高的规格 有那个气氛在变 你看联合报 今天有一个半版 几乎都在讨论的是什么 是郑文灿 郑文灿 副隔魁本来是大隔 不是论文出了问题吗 那本来一度就是要接隔魁的人啊 那因为论文案等等的议题 他只好变成了副隔魁 加上淘基有很多问题 最近还有一些各种的弊案 跟他有关哦 他另案调查他自案的 还不知道IMB诈骗案 他会到什么程度 虽然现在要切割当中 但是呢 现在被爆出来连桃园机场 捷运厂 桃杰的机场 签箭里头 被议员踢爆 都是烂泥充数 那么也花了一亿元啊 去改善土屋啊 就发现各种地基强度不足什么的 一大堆问题 又是一个烂尾工程 还要再花八亿去固化 是谁下令营这些土方 谁又要花这么多钱 然后把一个地方的选地土木 都出现问题 然后又要 现在新的政府 接着要来烂尾来收 淘捷耶 赶快负责调查 该移送法办 该移送法办 对 什么郑文燦说 什么一切合法 合理合法 合理合法搞这种烂尾楼啊 对不对 当然是立刻移送 移送这个调查单位 先调查 收证啊 凡走下 必留过痕迹啊 现在张善政不是主政桃园吗 公文都在你手里啊 交上来一个个查 那个阵风处处长 是不是他的人 是不是还是绿打 赶快看一下 对不对 该做的就要做啊 对 郑文燦 没有问题才怪 对 郑文燦就是另外一个林志坚 大号的 拿出来好好查一下 对 这个地方 议员最清楚了 多少的案子 不一个个清查 怎么还选民一个公道呢 选民希望主持正义啊 对不对 这些人在任上的时候 可以一手遮天 捞了多少啊 对 浪费老百姓多少 公堂 对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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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这个好 地基强度居然不足 还要八个亿固化 这是八亿哦 八亿啊 之前预算一亿已经够贵了 现在加八亿哦 这没有责任才怪呢 选址就出现问题了 对 在这个部分一定要彻查 我觉得现在好 从民进党这些啊 地方首长接过来的 国民党首长 你你要还人民一个公道 政治正者正也 什么正就是要走正道 不走正道 你不让他在那边横行霸道 做了那么多年 捞够了 吃了吃老百姓喝老百姓 吸老百姓血 就可以让他放过去吗 这是你们现在执政者的责任 要当做重点来办啊 所以呢 我觉得老百姓的期盼在这里 你如果挟着老百姓 期盼在那边啊 每天啊 嘻嘻哈哈的啊 这个软啪啪的 然后呢 抓不到重点 然后一副这个怎么样 一副怎么样 做什么 做什么 做相怨啊 我们不需要相怨 我们要有正义感 要是非分明 敢于揭闭 敢于啊 替老百姓从这个 从这个政治体重 把那些蛀虫抓出来 把那些贪官污吏啊 即使下了台啊 要把他追到天涯海角的人 我们要这种人 不要拿到位置以后 就变成软啪啪的 哇一副啊 和谐 和谐什么 我觉得太令人失望了 刚刚两个城市了 所以第二个城市 是不是代表说 哇这个大阿格 果然是问题太多 这个小英觉得接班 接棒 小英南台T次 重新调整 现在心头肉 当然就陈其迈 所以让陈其迈市长 可以在台风 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期间 就可以出访 跟着去 爬爬走 半飞了 那还有第三个城市的问题 是什么 这样可能是我们还不知道 到底在带了什么伴手礼 还要花多少预算 这个还不是台面上看得到 至少公布出来的数字 是没有的 储油潮不是只有花我们的钱 战备油潮花谁的钱 相关数次 他是没有公布的 你要训练 你要训练 训练5000个 这些 这些所谓志工 谁花钱 对不对 那个没有错 那个老案子 那个斯瓦基兰学生 到台湾念医学院 老早就有了 斯瓦基兰的学生 在台湾拿台湾奖学金 在台湾念书 大学里面念书很多 对啊 这个老早我们就来做了 以前有一千多个学生 全部我们发奖学金 实数我们负责 不是只有斯瓦基兰 所有邦交国都有 那这个东西 其实很受我们这个 当时我们国内 很多大专业宵欢迎 因为帮他招到学生 外国的学生 然后呢 学费又很稳定 都是我们外交部的预算在付 这是老案子啊 居然 居然现在拿出来 冷饭热炒 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 我只能说啦 蔡英文 外交最大的工业之一 就是没有把 斯瓦地理这个邦交搞丢 他丢了九个 这个还没有丢而已 这个没有丢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很行 是人家 不愿意跟中国大陆接触 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很纳闷 所以当我们总统出访 拿着人民纳税钱去 巩固有邦吗 那做了什么呢 那我一看到说是市长层级的姐妹 是被交半句签 就觉得莫名其妙 然后再来看看 还不知道有什么合作事项 多少钱 是对于当地有帮助 如果是弱势的有帮 帮忙 我们理解 可是在这些项目内容 也看不到太多正常的 就是有足够规格的 各种合作事项 所以为了是什么呢 就是毕业旅行 玩一玩嘛 开心心的 带小英男孩 随心一下 就是毕业旅行 增加一下能见度 数馒头啦 现在就要数完头 不过反正我觉得 现在啊 真正 真正啊 对这个赖清德选情 最大的一个怎么样 黑天鹅就是谁 就是蔡英文 因为他任内太多 投机到把贪污舞弊 贪章王法的事情 一个都要爆出来了 一个一个再爆 我跟你讲 这种到现在他怎么讲 他现在怎么样 他现在在做毕业旅行 哇一副轻松 对得起台湾这块土地吗 对得起台湾人民吗 对不对 把这个老百姓纳税权搞成六千亿 跑去买武器 台湾有更安全吗 我请问他有更安全吗 如果更安全 要买那么多武器干嘛 安全的话 你就不要 不要国防经费就可以少了 就被你搞越来越不安全 安全的话老百姓 年轻人要去 要去上 要去做什么 要去服一年的兵役吗 买了一百万颗手榴弹 要把他打豪沟战 所以就是 如果台湾被你搞得更安全 你就不会有这种事情 他用自己行为证明 他把台湾 从一个安全的 欢乐之岛 变成一个怎么样 抽云产物的战争之岛 但他自己欢乐的在毕业旅行 待会来谈 等我澳洲后面来谈的是 昨天张立善县长 一早就在脸书上发文说 今天侯友宜将有重大的证件 要提出来 然后我们想说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原来是 65岁以上的老人家 要排妇来做健保免费 等等这些话题 是不是蓝白河 地方的派系都归对了 休息一下 我们来聊 马上回来 刚刚有观众好好笑 他说是 相亲的 没有啦 他讲的 不好意思 蔡英文局相亲 不行不行 我跟着讲 要被告 侮辱国家元首 没有啦 因为真的太有趣了 我只想到一个总统出访的规格 什么是这样子 然后到底在谈什么 然后又是在小卖卖 然后再交伴他了 你看记得吗 当时以前就说 烦死了 半夜打他给我 要吹预算什么什么的 哇 现在吹姐妹事 也要交伴给总统 这个好厉害 实在是 当时麦克风都会挡到你的脸 你要不要让他移开 我看你有习惯抱麦克风唱KTV的感觉 对对对 我是那个比较老派的 我以前的那个歌星偶像都是抱着麦克风 所以纯粹毕业旅行 所以我们两个人都是背后有一句访的人 因为你本来不是卢秀芳是不是有邀请你们 对对对 跟郭 跟老郭 跟老郭 我们两个 就是因为我们我们访问柯P 我们不是 卢秀芳请我们一起 那很习惯就要把他移到脸前面来 就是一起一起跟他 一起来跟那个柯P谈 就本来是个模式 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中央宣网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邀请杰文吉大使 跟我们聊 今天关于健保议题 其实引起还蛮多讨论的 昨天张立善县长在脸上一宣布 今天有大事 侯友宜要宣布的时候 我们大家猜到底是什么事呢 那后来 原来他最重视的事情是老人健保 当然他说要替地方上的老人感谢 对于老人家如果在负担健保费 这件事情上有困难的 现在变成各县市不一 有的地方有 有的地方没有 有的地方老人家比较尊严 就可以不用付 有些地方就要付 所以就会有城乡差距的问题 但其实浅秋节目上 如果各位持续听就有朋友看到那一集的话 我们也邀请了2030年健保破产 大破产 大限 这本书的作者到我们节目上来谈过 其实健保体制在很多的设计上面 是随时可能会破产 因为他有很多体制上的问题 例如他是年轻人来负担 一个社会均富的概念 平均负担 年轻人帮老人家负担 然后你现在用不到的健保费让老人家先用 但是问题是在人口老化之后 接下来老人家越来越多 那如果通通都免费 年轻人越来越少 他需要负担的健保费 一定会越来越沉重 这就会有各种在财务分配上 必须要有一个世代剥夺感 可能会有的配套措施必须要做到 但显然如果地方商都这么重视 代表这个对地方商老人家 是一个很重要的证件 您怎么看 对啦我想上一次很多民调都出来 就是说60岁以上的人支持后遇的人比较少 对大部分都支持绿 那个60岁以上选民支持赖清德比例最高 所以我想他就针对60岁以上选民 开一个这个开一个买票方案 这个可是会有多少效果 我是比较怀疑啊 60岁以上选民 他是用65岁 那因为我看那个他那个那个民调都是60岁以上 60岁以上都是价值选民 都是用价值的观念来投票 然后族群认同啊 价值基本价值来 所以会有效 我不是说没有效 会有效 可是他相对的对于年轻的啊 年轻的就是说这个社会 刚刚前秋讲的 在负担这个社会福利金的啊 福利各种基本支出 这个年轻的工作族群啊 会不会有排挤效果 这都要这个都要好好的来来来认真的啊 来好好的怎么讲 来好好的来检讨啊 那这个我也我也我也说 可能他还是正大于负 他有正负 任何都是正负两面 可是侯友与现在的这些问题啊 都是啪一下打出去就什么 散弹枪 对全民2300万 没错 我告诉你选举的时候怎么样 最后所谓的基本盘归对才是最重要 你基本盘都没有抓住 到现在跟他讲了很多事情 改了没有 还是什么 充而不稳啊 可见他的这个近扑选团队里面啊 有很长的 我觉得他的那个啊 政治立场跟政治 政治的这个好 这个里面啊 或者说代表年龄层也好 这个族群背景也好 或者说啊 就政治立场的好 这个分配 他的组成分配 不是常态分配 他很偏重一部分 最差的就是对于蓝银铁杆的这些好 深蓝的选民 在他的 在他的 在他的这个好 浮选阵营里面完全没有声音 所以他根本不把这一块当 可是这里面就就变成上一次 前两天 民调出来 国民党归对认同他的 只有六成 国民党党员里面还有 起码还有二 两到三成没有支持他 这才是他今天 的问题所在 为什么国民党还有两到三成 不支持他 就他从来不针对这些人 他所有的政见 重要政见都不支持这种人 都没有针对这些人的 对他的要求 做一个很明确具体的回应 那我认为这个原因 就是他的整个的竞选团队里面 他要代表年轻的 有代表啊 好啦 他们说比较新思想的 对不对 有代表中间的 有代表怎么样 有代表中南部的 有代表什么什么 代表什么什么 各有各的 在他的在他的竞选 那阵容里面对他的政见 进行各种怎么样 出谋划则 就是没有深蓝的这一块 那这他就是 他就根本不 他眼睛看不到这一块 他也听不到 他也不在乎 可是那却正是他最能够 救他命的那一区块 也最好争取的 他都没有针对 就这样 所以呢 我觉得他这方面不好好 这是最容易的 这个叫好 这个叫英文有一句话 这个叫low hanging fruit 你知道low hanging fruit 什么叫 一个果树这么多果子 对不对 这个果子是最低的 就悬在最低的 就悬在最低的那个水果 你只要一沾 他就一摘就有了 你不摘 你爬到树上去摘 那个最高的地方了 搞不好摔下来摔得很重 所以这个low hanging fruit 他都不摘 他在那边东搞西搞的 我觉得有一点舍本足末了 这跟他的整个的竞选团队内部 完全缺乏 国民党基本盘 升绿 不是升蓝选民 这一些 现在还在迟疑的 他要搞清楚 那个二三十%的国民党员 不支持他 倒是哪些人 弄出来以后 要针对这些人做一些事 那国民党基本上回来的话 这场选举他就是赢家了 可是我说说实话 连很多韩粉都还不见得认同他了 对不对 韩粉都没有认同 他连韩国瑜都还没有搞定 对不对 不很诚意的表现 你有让韩粉都满意 还没有了 你说这些人自动归队 自动归队 我跟你讲 都最后自动归队的话 就不会国民党老是选举的时候 大选都输 就是不归队 罗涛欣给我们的超级留言 他说健保会破产 不是体制的问题 是钱的问题 把买烂武器跟预付武器的钱 拿来垫补的话 绝对可以改善 足够这些钱 可是其实当然是体制的问题 不好意思 我要跟您指教 因为就互相救教一下 因为上次很多专家学者 来我们节目上讨论过 他是就专业来讨论的 包括了私立医院 为什么只能靠停车场 跟美食街来赚钱 唯一可以亏捕 这个营运上的营收 其他的 包括了看诊 医疗 住院的费用 通通都亏损的原因 就来自于一些体制上 设计的不良 以至于让医院 没有办法 在正常的商业模式上面 来运作 那健保费 因为不够嘛 营运不够嘛 所以医院只能 越来越合销 只有越来越便宜的药品 这些便宜的药品 就让更好的药品 没有办法到台湾 来被民众使用 如果你要使用 可能就要变成 很高价的自费药品 这就是一个排挤效应 那其实你只要改善 这些财务状况的配比 那不要只是 让年轻人来负担 那也有一些 医院可以自己 创造收益的 其实就可以了 好 重点是 刚刚大使已经 把这个议题 导到了一个 那政治正确上的议题 是不是 现在侯友宜主张的 还是他当然 对于65岁以上长辈 他有一些意见看法 也有很多人 喊好啊 支持啊 但现在是不是有个氛围 你看柯文哲也喊 他在台北市任内 就已经率先 补助了老人的健保费 他也是支持的 所以中史 今天有一篇报导认为 蓝白 你看看 现在已经在政见上面 互相呼应 现在正在往蓝白河的 这个路上 正在行进 非常的这个 良善互动 那据我所这边 掌握的消息 是有一种说法 就像近周刊 昨天所 所放出来的 这个讯息一样 蓝白现在正在各种合作 第一阶段 先从立委谈合作 开始谈很多次了 那现在说先不谈整合 朱立伦跟金浦聪 执行长 两个人似乎是有共识了 先对外不讲 什么整不整合 我们就先各自努力 然后等到 昨天的版本 那个近周刊的版本是说 10月份 再来看看民调数字 看看有没有怎么合作 当然 陈志涵 就是民主党的发言人 就是公开讲说 哎呀 我们没有什么时间表的问题 但他没有否认 接下来的整合合作 而且他说 可一定会当正的 10月要登记整合了 登记选举了 要登记了 怎么会没有时间表 你10月30几 20几号嘛 要登记了 那你是一组候选人登记 还是两组各去登记 这当然时间表了 谁当正的 谁当负的 基本上就这样 我觉得 这个 我觉得 我觉得 除了民调之外 你要看选举的资源 对 现在进入要组织战 请问 请问民众要组织在哪里 对 民进党有 民众党有这么多的执政 执政县市吗 民政有大批的 这个国会议员 跟议员席次吗 这个不是两个人的对决 这两个党的整合 那以两个党的资源来说的话 那不成比例 对不对 两个加起来当时互补 可是要谈判的时候 你要看 这是两个党的资源的整合 那你说 怎么可能让国民党这样拥有 台湾三分之二县市版图的 都是国民党的执政党员 对 立法院国民党有几十席 那县市议会更不要讲 这么大一个庞大的一个政党 对 你跟你民众党 你民众党有这个资源吗 没有吗 那你怎么可能让 你说你坚持 你做政的 这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啊 这不是柯文哲跟 跟这个侯友两个人的对决而已啊 这是两个党一起合作 你如果说最后是让你这个民众党 这个这一只 这个刚刚出来的 根本鱼翼未封的一个政党 然后国民党这么个大党 不是说他百年大党 而是他现在台湾三分之二以上 限制是国民党的党员在执政啊 现在立法委员里面最大的反对党是国民党啊 现在的县市议员里面 立法国民党的这个立法委员加起来成千上万啊 对 这个是两个党的整合 你看这个党的线论实力来讲 你们民众党能跟国民党比吗 不行啦 还是必须有合作的空间是为什么 比方说立委 如果这一波的在立委层次的合作上 让一些选区可以共推 或至少不要在个体很多人选一起来 尤其是北部 影响了当选其次 至少小鸡这一块谈的空间 目前看起来是比较确保了 那有一些合作的县市也的确在推进当中 只是在总统大选的规格 民众党那么多候选人吗 根据没有啊 他提出来 能提出来几个你知道的人选 没有啊 他根本没有那个实力啊 就只有磕屁一个人 那不然大使学都不要合作 当然合作啊 因为你民众党已经好 他们要做正的 那怎么可能呢 这就变成下一关讨论的问题了 这不可能的嘛 我说不是只是磕跟侯的合作 这是两个党的合作 对不对 你讲这个企业并购也好 合作战略 战略所谓的战略联盟 两个不成比例的两个政党 那你说这个小党他一定要做头 你古今中央也没这个道理啊 你去看欧洲 对不对 你现在第一个侯友宜的民调 已经超过柯P了 对不对 第二个论两党的实力 论两党的实力 差距有多大 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大使这样谈的话就合作不下去了 我当然合作的下去了 柯P很明理的啊 我们上次在中天 我们当场访问他 我们就问他正负的问题啊 他怎么讲 他说 他是一个理念性的 他是希望有一些理念的到执行 他自己 他说他也就是一个医生而已 他今天走到这个位置 对不对 也就是说因缘际会走到这个位置 他不是那么在乎位置的啊 对 他是在乎一种理念 他也对民进党这个党 丧失他创党的初衷 然后现在变成台湾最大的祸害 他认为大家有义务 要把民进党拉下来 就这样而已啊 这是他们 当然下面在台教的人 当然是希望他们的人做主啊 可是我们客观形式讲一下嘛 你这是两个党的一个合作 那这个两个党的实力 是悬殊到不得了 而且现在光就候选人来讲 柯 你侯友宜已经往上拉回来了 已经超过柯P啊 对不对 那那在接下来的话 如果侯友宜的话 他能够把国民党的深蓝的选民 再拉回来的话 那他就稳定 就是202025%26%了 他现在国民党的支持 国民党的支持才60%啊 还有很大的空间啊 所以我觉得他要拉上来的话 他只要把 我也赞成65岁排付免健保费啦 可是我只是跟他提醒他 柯P那边专家讲的也不错 青年世代恐有剥夺感 你60岁以上选民 大家是价值选项 族群认同选项 你很难拉得过来 然后反过头来 你这个你要考虑 你这个政见他青年世代的被剥夺感 会不会让你在青年世代的 这个支持率会下降 那现成的low hand food 所以垂在你眼前那个水果 最大的一个果子 就是深蓝的选民 深蓝你不要说 国民党里面20% 20%的国民党的选民 对不对 你要不要把他们拉回归头 大使这个前面有谈到 但是我们民调数是客观点来看 TBS最新的民调是 赛金得30% 柯文哲23G4 国民党后有19 的确是往上攀升了 但也还没有往到第二名 但郭台铭14店 或者是细卡度的情况 当然有部分民调 比方说国民党说内参民调 可能都引到第二 有不同的民调 有不同的领先或落后 不一定 但表示是双方都还有各自 努力的空间 那当然现在国民党的策略 很清楚 就是强力开闸 把郭台铭给边缘化 所以立刻对于国民党的 中常委范成莲 是开出了第一枪 做党级处分 因为他跟郭台铭同台 你的看法呢 我是觉得 我不赞成都党级党级党级 我觉得就是说郭台铭 国民党世上也要加强沟通 对 我是一次赞成是以德服人的 我都不赞成什么用什么绝对手段 天天这个党级来党级 党级去的 以德服人 以实力讲话 对 你今天你把你的侯友仪 搞得 搞到25的时候 大家自然都没有什么话说了 对 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了 我会觉得国民党 这种这种 现在已经稍微改善了 稍微有改善了 不要出来就对着自己同志 就怎么讲 就是一顿臭骂 什么什么什么 讲得很难听的话 这个只有让民进党高兴 那老是搞党级开闸 搞什么 你没有 你搞不下去了 这个你说实话 还是我觉得要以德服人 要说服要沟通 对 那最好是连郭台铭的 那个支持者 大家最后也是团结在一起 对 那你可能你现在谈判的策略 你是用这个策略 可是我的立场就是说 我是不喜欢用这种 用这种 动刀动枪的 对党内同志动刀动枪的 这个我是反对的 再怎么样 以德服人 对不对 何则来 不何则去 这就是民主的精神 动不动就拿刀拿枪的 砍人杀人 我是不赞成的 我是不接受的 对 对郭台铭先生 我也觉得 最好的 最好的一个发展 就是怎么样 他的力量 还是加入到 未来的什么 就下架民进党大同盟 大家还是合作 要把这个合作的 这窗的门 不要把它关死 对 因为这 有荣乃大 有荣乃大 只是你怎么容 你今天我说 国民党最大的力量 这么多存在 这么多县市长 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市长 是国民党执政 台湾国民党 是在地方上 是一个执政党 不要忘记 你其他在挑战国民党的 非绿联盟 哪个有国民党 这个司令 如果国民党 今天把这个位置 让出来以后 国民党还服不服气 我们是这么样一个大党 我不是说我们历史上 是如何 而是我们现存的 我们实力 是让民进党 都还被我们挤到一边的 你今天台中 是谁在执政 你今天新北 是谁在执政 你今天桃园 是谁在执政 今天台北 是谁在执政 国民党在执政 如果国民党 这么大的实力 自己都不知道的话 去跟人家说 我让给你出来了 国民党的党员会服气吗 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侯友宜再怎么样 他是国民党 提出来的候选人 国民党都会支持他 最后都会支持他的 可是你把他搞成一个富的 国民党还是支持 国民党就说 你们头壳坏了 你今天做生意 你去并购 你是一个20亿 并购一个 并购两亿的一个公司 最后说董事长 你做 你觉得可能吗 这是一个笑话吗 这个是一个国民党 自己要认清的 我今天讲的是很实际的 国民党没有错 后遇大家对市有意见 可是他也在进步当中 条件再怎么样 是新北市市长 对不对 政绩也有 只是说大家对他挑他 嫌他弄那么久 可是再怎么样 他是国民党候选人 那国民党我们整个来看 在台湾这个政治版图里面 三分之二的县市长 是国民党的 对不对 立法院还有三分之一 左右的席市 是国民党 请问另外两个候选人 他有这个实力吗 他所代表的党 或者他个人 有这个实力吗 你只看他林星的 那个是刚刚姓范的是什么 姓范的有必要 对他下这手吗 我还不晓得 这是何许人 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 即国民党中常委 国民党中常委 因为之前喊了好多人要开闸 最后开闸的是目前只有这一位 从徐晓信 罗志强 郑立文 我觉得 我觉得为什么要找的 我国民党常常就怎么讲 就势之间软的吃 我说穿了 他所有处分 我都有意见的 是同志就用说服的方式 不要一天都 你还有什么本钱 开除这个 属制那个 这个 我们以前谈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以德服人 大家好好说 你说服嘛 你像我今天讲国民党要做政的 我的理由就是很清楚 这是两个 这个这个是政党合作 不是你们这三个人之间的 在那边私相授授 我也给现在在负责谈判的很多执政的同志 就是说党内工作同志 不要忘记你国民党 你今天是三分之二的台湾的地方政府 是国民党的 象征后面是什么 是代表支持国民党的群众啊 台中为什么执政这么好 对不对 为什么现在桃源也是国民党 为什么新北国民党 为什么台北也国民党的 我就请问 国民党要文心自问啊 因为我们还是受民众支持嘛 那请问一下 你今天民众党 你有什么县市 就一个高宏安 一个新竹市 要跟在台湾三分之二 这个地理版图 地方执政的一个政党 合并的时候 说董事长给你那个新竹市长干 你其他的县市长 他愿意服气吗 不可能的嘛 他们不会接受啊 合并这两个词 他们就吓到了 应该是合作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深蓝选民的看法 对 我的心情 我是正蓝 正蓝 深蓝的看法是这样 所以这些意见要如何交集 这个就是 大家要合作 像现在看起来是的确啊 政见上面在合作的感觉 至少是有一致的理念 比方说对老人政策 对教育能源政策 慢慢有一些合作的事项 但是 接下来下一步可能难度会很高啦 不会啦 我跟你讲 我是搞 我一辈子搞的就是两个字 就是谈判 谈判完全看你的 你有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实力一回事 还有你讲的 有没有道理 我刚刚讲的有没有反对 就说国民党 这是两个党要 几个党大家要在一起 对不对 这么多县市都是国民党的 结果你说最后 让出去 那我跟你讲 我们这些地方执政 他就不建议 他不同意了 对不对 绝对不同意了 这就是最难的一个官 这也是现实 如果没有办法接受的话 郭文哲 我跟你讲 郭文哲 郭文哲是可以好好大家直接来沟通 认为他有弹性是吗 当然有 我直接到面对面跟他谈过 柯妈妈我访问他的时候 他有说 做服装头也不错 可惊心 他他了 我很喜欢他他妈妈 聊新闻 时间到8点48分 欢迎回来 装熊 千秋万事 今天访问 介文及前大使 其实大使很多的心声 真的是代表着正蓝 深蓝的心情 那以至于现在 在整体的氛围上 所放出来的讯息 似乎从高层 我所这边掌握到了 是不是蓝白河 正在现在进行 是正在进行当中 只是现阶段是针对小鸡 立委参选人 还有针对政见 可能互相有所呼应 在谈合作的这种合作氛围当中 但最后有没有时间表 有没有可能真的针对 正副总统的参选人的部分 怎么样来合作民调不知道 但很明显的策略就是 双方都在把郭台湾民给边缘化 所以不管国民党是季党季 或者是这个三人咖啡真的喝不太沉 显然现在就是这样的趋势 反而促成了郭台湾民宣布的参选 越来越让蓝白和这个方向 具体成型当中 对我想现在这样 因为你们看明道 柯P跟这个猴两个加起来 已经超过了那个谁 你每次都超过赖清德 怎么加都是超过赖清德 所以这个必然要合 而且时间上也很赶 也马上要登记 登记之前你要讲好 那我站在一个国民党的身份 我就说我们党员认为 我们加大业大不是祖先存 不是光荣的历史 也不是这个中华民国是国民党建的 这都是过去 就以现在来讲的话 国民党的执政党员 有三分之二的土地 是在国民党执政党员的控制之下的 对不对 立法院 国民党有多少席 有没有30席 对不对 其实查一下 国民党 我们有113席 但是本身都是被碾压嘛 我们有113席嘛 是 我们国民党有多少席 要用这个来算嘛 数学就可以算出来嘛 对不对 然后县市议长 国民党有多少席 对不对 国民党在县市议长 国民党在县市议员 加起来有多少 我们就算这个就好了 用这个来做一个将来大家怎么样 大家来沟通的一个一个根基嘛 这个情况之下 那就是摆明了 这已经不是瘦死的骆驼 这还是活着骆驼了 不要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一个活着瘦骆驼也比马大很多倍啊 国民党多少席 34吧 是不是 国民党是38席 我38席 民进党64席 民众党5席 时代力量3席 哇塞 那这样子我更要骂国民党了 38席搞成这个样子 让民进党这么横行霸道 对不对 因为碾压市的64席 所以我们刚刚都想 这大概2-30席嘛 才会这么弱嘛 结果有38席 好好反省一下吧 谁在领导这个38席啊 对不对 搞成这样 让民进党碾压市 在台湾 把所有的不同的意见 通通碾压掉了 原来民众 台湾人民还给了国民党38席啊 对不对 不过怎么样 再怎么讲 38席是人民对国民党的一个认同 38席 立法院不简单 我们在台湾的地方政治版图的话 多少县市长 那么多县市议会里面 有多少议长是国民党的 这些人 你能不 你认为他 他都不重要吗 一个少数就可以把这些人的意见 都会压过去吗 你要顾及这些人 他们的政治 政治主张跟立场 对不对 你今天 不管是 张善政 蒋万安 张善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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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秀方 这些国民党在地方上的这些表现政级都很好的 这些执政党 突然有一天说 哎呀 你们将来不是执政党 我们只是人家的怎么样 不可能的嘛 这个 是极具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客观 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两个党的合作 会变成 另外党凌驾在上面 是不可能的 那个是不合理的 很多事情要讲理 要合理 合理了 才能走得出去 走得出去才有机会 你基本上那种合作是不合理的话 那基本上就不会走出 走得走不出去 因为这内部的人 你少部分的这些人 你去思乡授授搞出来以后 大部分人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我今天就很快 我就把这个道理先讲出来 对不对 能不能接受大家有公平吗 对不对 那我反对 是鲁秀燕不是鲁秀芳 刚刚你讲鲁秀芳吗 你是因为跟他一起 抱歉 访问了柯P 我常常讲 鲁秀燕 鲁秀燕 燕子 我也没反应过来 燕子 太有趣了 我跟你讲 我反对 用以利福人 这是我一贯立场 我要以利福人 我当然就去从军了 我不会去从事外交 外交就是以德福人 以利福人 不要再乱开闸了 没有意思 对 开除这个 开除那 其实是显然 在一连串 喊要开闸的 这个名单里头 只有他比较 没问题 没有 其他人 你还不是 市值 人家真的有实力 老早就跟你退党 像那个谁 像张华的 对不对 他支持他就退党 对不对 谢典灵 因为范承联是说 是一名庙 邀请他去参加活动的 然后一起通台 因为他同时也是客家 客总会的理事长 所以他去站台 是占一名庙的台 然后只是跟郭台平同台 合理啊 这说法很合理啊 这有什么好开闸的 要速威啊 现在是要怎么样 现在要有容乃大的时代了 还在那边速威 所以我跟你讲 心态不改 永远就犯这种错误 我是反对开闸 从头到尾 我就反对开闸 最后一点时间 有一个有趣的话题 郭台平提出来说 四点如果要当他副手的话 第一个能力要比他强 第二个肯定是女性 第三个要跟他有互补性 那么第四个 希望减少政治色彩 你有觉得谁 郭台平 我觉得 我觉得啦 就是说 他是可以直接选下去嘛 对不对 因为民主政治基本上 说起来 钱是关键嘛 有钱很好选 真的 我选过啊 我为什么选的这么 这么痛苦 我就没钱嘛 对不对 到天每天都要花钱 一个候选人 你跟他讲半天支持 你不如说 我明天播两百万 到你账户 你去登几个广告 那个候选人一辈子听你的 就这样而已 刚刚有令 董内我们问我说 请问介大使这种 泱泱大党的言论 同意吗 我跟你说实话 我没有完全同意 但是我尊重大家的看法 本来就是各种 不同的立场 主张的人都不一样 所以尊重大使的看法 但大家意见不一样 总是可以找出 一个最大公约数 对啦 我会觉得多讨论嘛 我们这个是讨论平台啊 对我各种方面 我都虚心就教啊 我也都每个在看 像有一位来宾 直播系上有个朋友 老师一直留言什么 我副手什么 有机会当 没有机会当 想好多 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他可能太看得起我 但本来就没有这种思考 也不会有这种方向 有人说我看不起名字 我非常尊敬名字 我其实我那天跟那个柯P 互动完之后你觉得如何 我蛮欣赏他的 我们这个背景都很像 我们都是同一个世代的人 我觉得他有那种胸怀 我是蛮肯定他的 真的 我这个人不太讲假话 对 可是问题就政治现实 我们要顾及啊 对 怎么样是赢的策略跟方案 对 大家来讨论 对 我个人对柯P 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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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成见的 对 我是希望国家好 我希望台湾老百姓 过好日子 就这样 嗯 所以基本上 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看看 有没有时间表 不知道 但是不是真的 就朝着蓝银高层 所释放出来的讯息 说正在蓝白河 进行当中 嗯 拭目以待观察了 拜拜